这讲我们介绍第三节 FI数字力波器的基本结构 有现场单位冲击响应 数字力波器的基本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I数字力波器 它有哪些特点 FI数字力波器 也就是有现场单位冲击响应 数字力波器 那么首先这个系统 它的单位冲样响应 HN有现场 假如说我们说它的长度为N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单位冲样响应HN 它是一个N点的有现场序列 那么系统函数 一个系统函数 是单位冲样响应的这一边化 对吧 我们讲到第二章的时候 讲到过系统函数它的概念 这个系统函数可以是 单位冲样响应的这一边化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FI数字力波器 它的系统函数呢 就是这个单位冲样响应HN的这一边化 那么因为这个HN呢 它是一个有现场序列 是一个N点的有现场序列 因此呢它的这一边化 双程相加的范围呢 是从0到N减1 好 那么这样子一个系统函数 它是一个D的负一次方的 D的负一次方的N减1阶的多相式 对吧 因为这个D负N从0到N减1 那么因此呢 它是一个D的负一次方的多相式 它的阶数呢 是N减1阶 而这个HN呢 相当于是 这个D的多相式的系数 D多相式的系数 因为这个HN N从0到N减1 那么它 就是这个HN的序列值 那么相当于 每一个序列值 对确定的这个N来说 它都是一个确定的值 那么因此呢 相当于这个D多相式的系数 好 那么这样一个 D的负一次方的各相式 因为这个N是从0到N减1 那么也就是D的负N次方 它这个表达是 它只有D的负密极数 负密极数 因此呢 所以这个表达是 它的D平面上 有N减1个0点 那么D平面上呢 它没有几点 只有在这个D等于0处呢 是一个N减1减1的减点 因为这个表达是一个D的负一次方的N减1减多相式 那么因此呢 使得这个表达是等于0 总共有N减1减 N减1个根 也就是说它的0点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平面上呢 它有N减1个0点 那么而这个D 它只有负密极数 对吧 那么在有限的D平面上 而且这个D是从0到N减1 有限的D平面上呢 它没有减减 它没有减减 只有在D等于0处 D等于0的时候 那么0的负N之方 那么是去向于无群的 那么它是减点 而且呢 是一个N减1阶的减点 因此呢 我们可以得到它第二个特点 这个系统函数H在D的绝对值大于0处收敛 也就是说 在有限D平面上 只有0点 全部减点在D等于0处 对因果系统来说 这个全部减点在D等于0处 好 那么 第三点 这个系统 它没有输出到输入的反馈 因为它只有这个D的0次方 D的负一次方 一直到D的N解一次方 对吧 那么它没有这个 输出到输入的反馈 我们可以把这个回头看成是一个 把它从 系统就转换成这个线性方 线性 长线性组线性 差不多方程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只有X的延时 X以及X的延时的这个线性组合 没有Y以及Y的延时的线性组合 这一块 因此它没有输出到输入的反馈 那么这样子呢 它的结构呢 一般采用非地归型结构 那么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构造灵机点相消的这种结构 使它 形成一个地归型结构 好 那么这个是FRI数字滤波器 它总共有这么些特点 它总共有这么些特点 那么它的系统函数呢 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 输出来描述 是一个D的负一次方的 N.1接的多相式 这样子的表输式 那么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IR数字滤波器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一个 另一个数字滤波器 无论是IIR的还是FIR的 它都可以用一个 分子分母都是J的多相式的那种形式 也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形式 就是HZ等于YZ除以XZ 是这个分子分母 都是J的负一次密的多相式的 这样的形式来描述一个系统函数 好 那么我们在讲到第二章的时候讲过 如果当这个AK 所有的AK都等于0的时候 所有的AK都等于0 那么也就说到这个分母只有1 分母等1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FIR数字滤波器 就形成了只有这一块 只有这一部分 那么它就是一个全0点系统 是一个FIR系统 好 那么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刚才我们提出了这个系统函数 以至单位这样响应 对吧 求它的J变化来得到的这个系统函数 那么比较这两个式子 那么实际上它还是一致的 它都是一个J的负一次密的多相式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N-1接的 那么这里是N接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N-1相当于这里的N 那么然后这个BK是一个常数 那么这里的HN实际上也是一个常数 对于确定的N来说 它就是一个确定的数值 那么它也是一个常数 因此实际上就是这个BK 等于这个HN K从0到N 那么N从0到N-1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致的 好 那么有这个系统函数 我们来看它的差分方程 这是它的任意的一个滤波器 任意滤波器 它的差分方程 那么它有这个输入 以及输入延时的反馈 所有延时的线线加传组合 线线加传 还有呢输出 以及输出延时的线线加传 那么我们说当这个AK 所有的AK都等于0的时候 那么它是一个FR立波器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FR立波器 它不存在这一项 它就没有输出 以及输出的延时 对这个系统的反馈 输出以及延时的 输出的延时的线线加传 那么也就是对这个系统的反馈 就是输出到输入的反馈 反馈之路 没有这一块 只有这一块 只有这一块 那么也就是说明这个系统 它没有输出到输入的反馈 所以一般采用非地规型结构 那么当要采用地规型结构的时候 我们就构造一个零基点相消的形式 就是说构造一个点 一个点既是零点又是基点 那么它可以出现一个 一个根母这里就不是等于1 那么就构造一个反馈环路 那么这样子呢 也可以采用地规型结构 好 那么这个一般情况下 这个FAD波器 这个YN这个线线插温方程 它只有这一块 那么我们来讲 比较一下这么一个表达 刚才我们这个BK相当于 就这里的BK 这里的BK就是这里的BK 那么这个BK 刚才我们说就是相当于HN 那么我们把这个HN呢 再待会 就这个BK由这个HN来带的话 那么就变成了HK 对吧 HK乘下XN解K 可以从0到N 而这个M呢 我刚才讲到是等于N-1的 那么然后我把这些都带回来 然后用M来表示的话 这里用HM 然后呢 这个K用M来表示 HM XN-M 然后M从0到这里到M 我那等于N-1 按照N-1 那么这个表达式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式呢 这个表达式又是个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表达式是H这个序列 X这个序列 三则一味相成相加 显然是一个H和X的线性转积 对吧 是H这个序列和X这个序列的线性转积和 那么因为这个H它的长度是从0到N-1 有值的范围是从0到N-1 那么所以呢 它的线性转积是从0到N-1 相成相加是从0到N-1 那么这个是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FI磊波器 FI磊波器呢 它的这个线性差分方程呢 我们可以用转积来代替它的线性差分方程 这个HM相当于这里的BK 一个系数 相当于系数 然后输入的延时 输入以及输入的足迹延时 好 那么由这个呢 我们可以由这个 就是使用转积的形式来表达这个 FI磊波器的这个线性差分方程 我们就由此可以得到一个 FI磊波器的这个第一个结构 就是横积形 也叫转积形 也叫直接形结构 就是利用这个YN 就是用线性差分方程 来用这个 用这个转积 X和X的线性转积来描述这个线性差分方程 好 那么有这样的差分方程 我把它表示成这种结构 大家看这个 XN 然后独自的延时 对吧 XN 那么出来 它延迟一位 延迟一位 这一直在延迟到 N-E 那么然后呢 它 乘上一个HM 然后乘上一个HM M是从0到N-E 那么也就是说 N等于0的时候 这XN 它就没有延时 乘上H0 然后呢 N等于1的时候 延迟一位 是乘上H1 然后再延迟一位 乘上H2 然后一直到延迟 N-E位 那么它乘上HM-E 那么然后把这些所有的 延迟的 延迟 输入 以及延迟以后的输入 那么线性加全 以后把它乘下 那么得到的就是YN 这个是FRI的 FRI数字力波器的 横极形 也叫转极形结构 好 那么我们再利用转枝定理 对吧 这个结构 对它进行转枝 我们说转枝 是把所有的这个之路 方向取反 对吧 这个之路方向取反 然后呢 就是交换输入输出位置 就交换出这个位置是YN 这个位置是输出 然后呢 把每个之路方向取反 那么其他呢 保持不变 那么这样子得到的这个 这个系统呢 和原来这个系统一样 一样 那么因此呢 我把这个 这个方向从这里 就是从 往右方向 那么我把它改成 哎呦 这个图画错了 没错 就改成往左方向 改成 改成往左 改成往左方向 那么然后呢 这里 往下 改成往下 那么 然后 把这个X和Y交换 那么这里是YN 这里是XN 然后呢 习惯上 我们是把XN放在左边 YN是往右边 因此呢 把整个结构 翻个个 就是把这个放在左边 这个就整个翻一个个 那么翻过来 就是这样子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结构 这是 就是这个 直接寻 FRD过去直接寻的 转质结构 转质结构 那么这是 第一种基本结构 接下来我们介绍 第二种基本结构 基连形 把这个HG分解成 实系数二阶因式的 层积的形式 就是说 这个是类似于 RF之力波器的 这个基连形的结构 RF之力波器呢 因为这个 H系统函数 它是分子分母 都属质的多相似 因此呢 分子分母都把它 分解成 实系数二阶因式的 这种层积形式 那么这里 FRF之力波器呢 它只有分子 分母等一 因此呢 我只需要把这个 这个多相 也就是一个 FRF之力的多相式 我把它分解成 这种实系数的 二阶因式的 层积的形式 那么就 可以把这个结构呢 写成一个 级连形的结构 就这样子一个 级连形结构 这样子一个 级连形结构 那么 当N为偶数的时候 当N为偶数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基连形 这个基连形就是说 一个N解 N点的有线材数的HN 它的这个系统函数是一个N解一阶的 那么因此呢 它基连形呢 就是一个二阶因式的 那个连形的形式 它总共有呢 有二分之N 然后去整数 二分之N去整数 那么多个 这种二阶因式的连形 也就是说这么多个 二阶因式的基连 那么当N等于基数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 它总共有这么二分之N个 这么个 这种二阶因式 那么如果当N是偶数的时候 N是偶数的时候呢 这个N解一 N解一就是个基数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 这个负义次命的多项是 它有基数个根 对吧 它有基数个零点 那基数个根 那么它基数个根呢 它要 这个是一个二阶因式 两个根 组成一个二阶因式 对吧 那么这一种 共有的那些零点 对吧 共有的零点 它是成对的 那么它总是可以组成一个 二阶因式 那么也就是说 意味着N是偶数的时候呢 它有N减一个零点 也就是说 有基数个实数零点 因为共有成对的 它那个复数根 它是成对的 那么也就剩下来的 肯定是实数根 它是基数根 那么基数个实数根 我组成两两 组成一个二阶因式 那么最后总归 有剩下来一个落单 那么这个落单的 这个呢 只能是一个 这个负义次命的 一阶因式 只能是这个 一阶因式 那么也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β2k 它是等于零 β2k等于零 那么就是 就是某一个 这个β2k等于零 这样子 好 那么来看这个基联形 它的特点 基联形结构 它的每一个基本结呢 可以控制一对零点 这样子呢 便于控制滤波器的传输零点 大家看这个 因为这个 它是一个 它分解成一种 二阶因式的这种成绩 对吧 那么每一种 每一个因式 这个因式里头 它是一个两个 两个根 对吧 两个基德夫 伊斯利的多相式的 这个根 两个根 那么这两个根 就是它的零点 就是它的零点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这个三 这三个系数 这一个 就一个这个基本结 三个系数 确定的是一对零点 这一个基本结 这二阶的基本结 然后呢 三个系数确定一对零点 因此呢 我如果单独调整 这三个系数 就可以调整一对零点 那么因此呢 是 所以说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基本结 控制一对零点 这样子便于控制滤波器的传输零点 好 那么 但是呢 基零形它有个缺点 就是系数比直接行多 那所需要的乘法运算多 为什么呢 它一个基本结 它要三个系数 对吧 三个系数 就是说 它两个根 就需要三个系数 两个 那么也就是说 比直接行要多 直接行是 总共是N解一个系数 那么而这里呢 两界就有三个系数 所以呢 比它多 那么这样子呢 就 所需要的运算 以及那层储去 就要比直接行多 就是层储的层法运算多 层储去也需要比 这个直接行要多 好 那么这是基联型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 这个频率抽样型 好 频率抽样型 那么我们再讲到第三章 啊 频率抽样理论的时候呢 讲到过 一个N点的有限长序列的DFT 啊 那么 是 就是这个 是 就是这个序列 在D 它的 一个N点的有限长序列 它的DFT 是序列的DF D变化 HG 在单位颜言上 做N等分抽样 啊 那么抽样 得到的这个组织序列呢 就是这个N点的DFT 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一个有限长序列 啊 N点的有限长序列 对它做N点的DFT 那么 它和这个 序列 它的这些变化 之间的关系 我们讲到过 就是这些变化 在单位颜言上 N点等间个抽样 然后N点等间个抽样 好 N个 那么然后呢 这个N个等间的抽样 那有这个HG K呢 我们说 如果说 当这个抽样点数N 啊 抽样点数 大于等于组织序列的长度的时候呢 它可以 它的这个 就是说 便宜抽样 保持十余周期延抽呢 不会发生 混叠是真 对吧 不会发生混叠是真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信号进行还原 啊 信号进行还原 那么我们讲到 以致XG 我们说 用一个 FK可以恢复这个是HG 那么我们也介绍了这个HK 恢复HG 以及那F去一级Omega的这个内差公式 对吧 由HK来恢复HG 以及那H一级Omega的这个内差公式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由N个频率抽样 HK来恢复HG的这个内差公式 那么是这样子一个公式 好 下一个公式 好 它是等于 嗯 一减去 Z的负N次V 啊 这么一下 然后呢 N分之一啊 也是个 常数去数 那么然后一减去 当时N负K Z的负一次方 分之HK K从0到N减1 啊 这么一个内差公式 好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我把这一块和这一块看成这个PhiK的话 啊 就是内差函数啊 就这个 这个和这个啊 是PhiK 内差函数的话 那么这个HG呢 就是HK乘上这个PhiK啊 就是内差函数 然后K从0到N减1求和 对吧 就是我们讲到频率抽样啊 讲到频率抽样的时候 那么它的 由这个HK 来恢复HG的这个公式 好 那么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公式 来看它的频率抽样型结构 就是Fi数字力波器的频率抽样型结构 那我们把这个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一下啊 N分之一是一个常数啊 常数系数啊 我把它放成一块 那么然后这一项呢 我把它令它是等于HCZ啊 这么一个子系统 那把这一块看成是一个HCZ一个子系统 那么然后这一块呢 我把它看成是HZ一条啊 然后呢 HKZ一条这样一个子系统 而这个K呢 它总共有这个子系统有多少个呢 K从0到N减1个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系统我就改变成了 有HKZ一条这样子的一个子系统啊 就是总共有N个这样子系统的这个累加 然后呢 乘下一个HC这个子系统 然后再乘上N分之一 构成了这个FI数字累波器 HZ 好 那么我们跟别来讨论这个HCZ和HKZ一票 这两个系统啊 这两个子系统 首先来看这个子系统 HCZ 它是等于1-HZ的负N次方 哈 这负N次方 那么它呢 是一个N解原始单元的输状力波器 啊 这个子系统啊 我们它是一个N解原始单元的输状力波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它是一个N解原始单元的输状力波器呢 我们来解释它 这样一个子系统 它的 它的零点啊 是在单位原上N个等间个角度 这个零点 就是说一减去Z的负N次方等于零的那些点啊 就是Z 等于1的GN分之二排K 它是等于1的GN分之二排K K从零到N解1 那么子系统就是在单位原上N点等间个 就是N的等间个角度 那些那些那个点 就是它的零点 它是它的零点 K 好 那么这个 这样子一个是 呃 就是从它的频率响应 我们来看它的频率响应 Z等于1解Omega的时候 我们来看 它的频率响应 Z HC1解Omega Z等于1减去1的负极Omega 对吧 Z等于1解Omega 再进去 那么它是1的负极Omega 好 那么然后我把它这个式子啊 我把它用表示成这个呃 这里的取一半啊 就是1的负极Omega 然后呢 那这个1呢 是最相和最相的相成啊 那么再等于1 然后这里减去 它啊 一取出一半 剩下一半啊 那么它两个相成就是它 那么把它 然后呢 把这一块除以一个2 应该啊 除以一个2解啊 因为它是这里是减 所以呢 它可以 可以化成三啊 三以2分之Omega 因此呢 它是除以2解 那么这里除以2解 那么这里就成像2解 那么也就是说2.1的负极2分之Omega 三以2分之Omega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频率响应 就这个子系统 它的频率响应 它的幅度 它的幅度是2 三以2分之Omega 然后它的幅度是2 三以2分之Omega 那我们来看它的幅度 好夸出来是怎么样一个 它的不平特性啊 这个不平特性 Omega 两倍三以2分之Omega 因此它的幅度是2 然后呢 三以2分之Omega 取决地质 那么就是三以2分之Omega 然后呢 把这个底下的内科翻上去 对吧 就形成这样子 那么它是以N分之二排为周期的 这个Omega Omega是N分之二排 N分之二排为周期 嗯 是应该 N分之 因为它取决地质以后 是N分之二排为周期 那么如果是光是算应的话 是N分之四排一个周期 对吧 N分之四排一个周期 那么这是它的频率响应 幅度特性啊 频率响应幅度特性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子一个子系统 这样子系统 我们用这样一个结构来讲说 就是XN 然后呢 它是Z的负N词密 也就是说负的Z的负N词密 那么这里是XN是1 这个系统是1 这个系统呢 是负的Z负N词密 那么得到的这个YN 就是这个减去它 这块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子系统 它的结构 以及呢 它的这个幅度 就频率响应的幅度 负频响应 那么从这个负频响应呢 我们可以看出 它像一个书 对吧 一个 因此呢 我们称它是一个书状力伏器 它是个书状力伏器 好 那么这是这个子系统 我们接下来看 另外一个子系统 就是XKJ1 这个子系统 那么它不等于1点 写WN-KJ的负义次方HK 这是一个写正器 是一个写正器 那么我们来看 它的零几点 它的几点 这个几点是Z等于WN-K 是它的几点 也就是说 这个几点是在单位元下 因为WN-K是等于1 等于N分之2排K 它的模等于1 它的Omega 就是相较等于N分之2排K 因此呢 这个几点是在单位元上 也就是单位元上 有什么一个几点 那么这个几点呢 和这个DK的零点相比较 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子系统的时候 这个子系统 它有在单位元上 N个等间隔角度 它总有N个零点 对吧 ZK它是等于1的 GN分之2排K ZK等于1的GN分之2排K K从0到N点1 那么而这个子系统呢 它有一个几点 就是说DK的子系统 它有一个几点 就是E的GN分之2排K 这个几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几点 它刚好和这个零点 总共有N个零点 DK的零点刚好比较 就这个几点 与DK的零点相比较 那么这个零几点相较以后呢 使得就是Omega等于这个时候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点处 对吧 这个几点 就是这个几点或者零点 这个位置 它的脚 上脚呢 是N分之2排K 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 它的频率响应 它是刚好等于HK 因为它最快比0几点 需要了 对吧 而且你想想 那么它是刚好这个频率响应 那是等于HK 好 那么它总共有 N个这个子系统 对吧 它有N个子系统 那么这个N个子系统 它的几点呢 刚好是单于圆上 N个等间个角 分布的这个几点 那么与这个 它的零点 也是在单于圆上 N个等间个角 分布的这些零点 刚好一一几项 那么也就是说 N个学生去的这个N个几点呢 与这个苏章力破去的N个零点 相比较 那么这个N个频率 抽样点的频率响应 就是这些抽样点上的 这个频率抽样点上的 这个频率响应呢 就分别等于等于了这个HK 分别等于这个N个HK HK值 好 那么这个是这个子系统 然后这个一个子系统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结构 就把这个系统 我把它化成整个一个结构 那就是一个苏章力波器 一个苏章力波器和N个这个血增器的 并连 对吧 它就相加N个血增器的这个并连 这么构成了一个子系统相成 然后再乘法N分之一 再乘法N分之一 那么而这个N个这个血增器呢 它又是并连的关系 这是个并连结构 对吧 它是一个马相加 那么K等K等于0的时候 K等于0的时候 它是一减去WNK 这一负一次方 那么这个负一次方 然后一减去WNK 那么就WNK那是叙数 对吧 那么它的根子呢是HK 那么就这样子一个结构 好 那么这是埃法N分之一的频率冲压性结构 那么从这个结构 我们来看频率冲压性结构 它的优缺点都有哪些 优缺点都有哪些 第一个 调整HK就可以有效的调整频率响应 调整HK就可以有效的调整频率响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N个这个血增器 N个血增器它有N个指点 那么这N个指点呢 是在三位元上N点等间隔分布的 那么这个N阶的这个缩状力过去 N阶的缩状力过去 它有N个零点 它也这个零点呢 也是在单位元上N点等间隔分布的 那么这个两个 接连以后 那么这些零支点 刚好相消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采样点上 就是Omega等于N分之二块K 就是BK的采样点 也就是Omega等于N分之二块K处的 这个响应呢 它就正好等于HK 正好等于HK 因为这个几点 和它的这个零点相消 那么正好它这个 响应等于H0 那么这个几点和它的 这个相应的这个零点相消 那么它的这个平几响应是H1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系统HK呢 就是这个力波去在Omega等于N分之二块K处的这个响应 就是说这个系统的这个频率响应 就是系统的这个频谱 这个频谱是Omega从0到2块什么一个周期内 0到2块一个周期内 那么在这个N分之二块K就出样点 这样的这些频率响应的幅度呢 它就是刚好等于HK 刚好等于HK 那么而这个HK呢 是一个系统 对这个结果来说它是一个系统 那么因此我调整这些系统呢 我就可以调整这个系统的频率响应特性 频率响应特性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呀 如果说HN长度相等 那么网络结构完全相等 除了赫兹路 真一 HK 电影调整化 模块化 那么这个优点我们怎么来理解它 我们来看这个 N已知的话 那么负极 负极的负N次方 那么就确定 对吧 主要这个 因为这个HN 它的长度就是N 那么HN的长度确定的话 那么这块 这个结构就确定 对吧 那么对于这些系统 大家看 当然是N0 当然是N1 一直到大致N负N减1 那么这些系统也是取决于N的 那么当N确定的话 那么这些系统也确定 那么总共有多少 多少个这个 多少个这个主系统的并年 那么也确定 那么所不同的呢 这个H它是不同的 H0 H1 一直到HN减1 也就是各支路的真一 它是不同的 HK不同 那么这个N3之一 也是想确定 那么也就是说N确定的话 那么它这个结构就确定 除了这几个N的系统 除了这个N的系统不同 其他的都相同 都确定 那么因此呢 这样子呢 就容易可以是 就是说 对于标准化 模块化 就是网络结构 它完全相同 那这也叫整化模块化 那么它的缺点有哪些呢 我们说这个系统 是由N阶的这个 梳状力波器和 N个这个学生器的并年 对吧 那么基连 那么N个学生器 它有N个几点 刚好于N个 N 就是N阶的这个 收藏力波器的 N个零点 刚好想抵消 刚好想抵消 那么这个极点呢 就是说N个学生器 对吧 N个学生器 它的这个极点 是在单位圆上的 对吧 单位圆上的N个 等定个脚分布的 那么些极点 那么我们说 一个系统稳定的话呢 必须所有的极点 都在单位圆内 因为一个系统要稳定的话 一个因果稳定系统 它的极点必须都在单位圆内 那么这个系统它稳定 就是因为这个零点呢 把它的极点都向消了 单位圆上的这些N个极点 都被这个N个零点向抵消了 好 那么这个系统 它是一个 这是一个复数系统 复数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 当我们经常 对它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因为经过计算机 对它处理的时候呢 因为它存在了 有限自场效应 有限自场效应 那么有限自场效应呢 那么就可能 可能导致这个 这个极点 它就稍微有偏移 偏移 因为这个 本身这个数 比如说是 比如说一个八位的一个数 那么一个八位的数 如果我假如说 我限制它六位的 那么我就对它进行 四捨五入 或者结尾 或者准入 那么它就行 就引起这个有限自场效应 那么这个有限自场效应以后呢 就使得到这个极点呢 就是有微小的偏移 那么这种极点 一微小的偏移以后呢 这个它就不能和那个零点相比销 就不能和零点相比销 那么这个极点没有被销掉的话 它的单位远下 本身会不稳定 那么如果它再偏移 偏移到单位远外 那么这个系统就不稳定 这个系统就不稳定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那么第二个缺点呢 这个叙数多为负数 增加了负数成法和成数量 那么也就是说 那这些叙数 这些叙数它都是 大部分都是负数 只有这个是史数 那么这个是负数 这个也是负数 那么这些都是负数 那么负数成法 就是增加了这个负数成法运算 因为它要和这个负的负一次方相腾 那负的负一次方相腾 增加了负数成法运算 还有呢 因为一个负数 它有时步有虚步 需要两个乘数去 来乘数一个负数 因此呢 乘数去的这个数量 也许增加了一倍 那么这两个缺点 这样子两个缺点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缺点 来克服这些 这两个缺点 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 修正的负量 负量负量型结构 就修正的负量负量型结构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负量负量 为修正之前的 这个负量负量型结构的 这个演示 FR利波区的负量负量型结构 假如说这个HN 是一个有限长序列 比如说这个5点的这个有限长序列 HN是一个5点的有限长序列 那么它的这个DFT 就是说N5点DFT 也是一个5点的有限长序列 这个有限长序列呢 它是一个负数 对吧 尽管它HN是一个数数 但是它的这个5点DFT以后呢 它是一个负数 那么它的实部和虚部啊 那就表示 好 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频率突压型结构 它是有两个子系统来说 这是输状力波区 啊 它的频率响应 啊 频率响应 负品特性是这样子的 啊 那么这样子一个结构啊 就是这里 啊 D付 D付N之方 啊 这个结构 那么它这个结构 在单位元下5点等间脚分布啊 5个零点啊 等间的脚分布在5个零点啊 等间的脚分布在5个零点啊 那么这个结构呢 它这个D等于零 那是一个5G 5G的极点啊 D等于是5G的极点 那么再来看 说这种一波这个学生器 5个学生器的并面 对吧 就是5个学生器的并面 大家看这个5个学生器 它的系数啊 除了这一个 它的系数都是负数 对吧 系数都是负数 啊 那么然后HK呢 也是个负数 那HK也是负数 那HK也是负数 除了第一个点啊 第一个点是实数 那么这个HK也都是负数 啊 那么 我们来看 它的这个几点分 零几点分布 啊 它的几点是5个 等间的脚啊 等间的脚分布的 5个几点单位远上 好 那么在D等于零处呢 是一个5G的零点 好 那么当这个 呃 这5个几点啊 这5个几点和这5个零点呢 刚好是可以达到零几点相消的 那么刚系数就是这些系数引起这个有效资产效应 也就是说量化量化误差的时候 啊量化误差的时候呢 那么这些几点呢就会引起偏移 而这些零点呢是不会偏移的啊 和不会偏移的 啊 因为 嗯 啊 那么这个几点啊 因此偏移了以后呢 就不会和这个零点刚好相抵消 啊 刚好相抵消 这个零点呢 它是有原始单元来决定的 所以呢 它不受量化的影响 这个零点不偏移 那么几点偏移 零点不偏移呢 就导致这个零几点不能对消 那么这样子可能引起这个系统的不稳定 啊 系统的不稳定 那么还有这个系数都是复数 那么使得这个复数乘法和这个 乘处去啊 就是说这个系数啊 这个系数 而且可以也是复数 然后这个WMK呢 也是个复数啊 那么复数乘法 因此量增大 还有呢 就是它乘处去数目增大 好 这是这个频率通样性结构 好 频率通样性结构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一场讲呢 我们来讲这个修正的频率通样性结构 就是为了克服这两个缺点 怎么样来修正这个频率通样性结构